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杨新伟跟你李腾飞一刀两钻 好好做你的有钱大商人 是 受委屈了 欲带皇冠必成其重 欲有所得 欲有所失吗 说得好 不愧是我陈护生的儿子 你要相信我 今天受到的侮辱 明天我会让他们 百倍地还回来 最后的赢家 一定是我们 不过 关键时刻 我还是担心包总他们 毕竟他们手里握着烦了 如果这个时候 于空月和他们串通的话 放心 我早就替你安排好了 下次的拱动大会 对 我会让包总他们记得 把手里的股份全都专给你 到那个时候 你就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公司你说了算 这个公司 就是我们父子俩的 他与彭月身无分文 现在要丢掉了 公司的控制权 想翻盘 你以为他是孙悟空吗 那就祝我们父子两个 岂开得上 好 可不可 把我给倒杯水啊 来 来 喝口水 好 一会儿喝 吃点什么 来 来 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虾酥 现在获了新包装 尝尝 好 一会儿吃 爸爸给你削个苹果吧 削个苹果 给贵妮削个苹果啊 小玉 小玉 这是你第一次主动来找爸爸 你找我 你这样赏现在还能动的钱 有多少啊 怎么了 需要钱用啊 要多少 一千万 要弄得多钱干什么 这个你就别管了 我现在就想问你 你有没有一千万 是那个 叫于鹏月的小子 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啊 爸爸知道你心里放不下他 你想帮他 这没问题 都很好 不过呢 这一千万毕竟 也不是个小数目 是吧 你把他没东西 跟你交换呗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爸爸知道你对我有成见 我不怪你 要怪呢 也只能怪我自己 想当初 我为了让你和你的妈妈 过得好一些 就不顾一切地抛弃家庭 出去玩命挣钱 钱呢 倒也挣了不少 但是我发现 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拿钱其实是换不来的 这个人啊 有好些个道理啊 自己不经历 是永远不会明白的 明白了之后呢 你又发现 其实早已物是人非了 小月啊 爸爸这些年 头发白了不少 身体也打不如前了 每当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就总是在 总是在回忆过去 总是在回忆过去 想着你小的时候 我把你举过头顶的感觉 想着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你妈妈搂在怀里的感觉 我都能想着 甚至于有的时候 我看见别人家的孩子喊爸爸 我就想着 想着有一天 你还能再喊我一声爸爸就好了 来 遇见你妈妈在的时候 总是让我帮你们娘俩削苹果 我说 削苹果 那不是老爷们该干的事 我没时间 等一下 这一等 几十年等过去了 如今 我有时间削苹果了 可是你却不肯吃 你的妈妈 你再也吃不到 晓鱼 那张卡你拿去用 这些年 每次爸爸想你的时候 都会往卡里催一万块钱 妈妈想你想了多少年 就往里催了多少年 应该是只多不熟 拿去吧 想干什么都可以 所以 密码是 你和妈妈的生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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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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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处找你怎么在这呢 怎么了 找我有事 我刚从我爸那儿回的 你叫他什么 你终于叫他爸了 你过来就是跟我说这件事 当然不是 我爸 我跟我爸他 你爸不会也捉你了吗 什么意思啊 你看看这个 他爸爸收了陈狐生的钱 陈狐生在公司给太珍安排了一个职位 可是太珍一直没去上班 但是工资缺乏了上百万 后来陈叔叔知道自己被专案组定了 就把这些钱打到卡上放在了信封里 又用另一封信做掩护 叮嘱太珍 如果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把这封信交给我 后来太珍看我遇到困难了 把这封信给我的时候 才发现其中的秘密 既然你们都已经搞清楚了 那还愣着干嘛 他这个就属于是变相行贿 应该把这些东西赶紧交 所以这些东西是太珍自愿给你的吗 你知道太珍跟我说什么吗 他说他不想再让他爸爸一错再错 不想让害他爸爸的人逍遥法外 可是我现在真的很乱 我很纠结 太珍他人呢 太珍哭了半天 想一个人静已经回房间了 不管是谁 都需要很大的勇气 才能做到这一步 因为这些东西很有可能 让他爸爸家乡 我真没想到 太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太珍说 如果陈护生能因此坐牢 也算是帮了我们 可就算是这些 也不一定能定陈护生的罪 就算是我们把他告倒了 可是你跟投资人签的对赌协议 还是没有任何影响 咱们到时候还是会输的 这些我都跟他说了 可是我现在最难过的是 到了这种时候他还想着咱们 那 如果 我给你一千万 你能不能把这个局面控制住 太晚了 明天就是对赌协议最后的期限 你就算拿过来一千万的合同 也只能算在下一个季度 那不是还有一天吗 你就不能想想办法 比如你把那个协议签约的日期 你先往前改一下 这不像你风格呀 你现在还说那些没用的干吗 我是不想咱们公司倒闭了之后 当时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我给你一千万现金 你到底要不要 你给我一千万现金 你刷哪儿来的一千万啊 你去跟你爸要这一千万吗 小语 真没想到你会为了我 我不是为了你啊 好 你不是为了我 是为了你自己好不好 不过就算你给我一千万 我也不会要的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乎你那点自尊心 这跟自尊心没有关系 就算我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回 那也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认了 愿赌服输 你认赌服输那其他人呢 泰真 周延 杨泽为你牺牲了多少 你总不能因为你的那点自尊心 为了你的那点原则 你把别人都往火坑里推吧 当初签对赌协议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知道这一点了 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我想他们有心理准备 日鹏月 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你说什么 李腾飞是陈护生的儿子 怎么会这样啊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那 那后来呢 你就没想办法 怎么帮帮大鱼看 怎么挽救公司啊 我当然想啊 我都为了他去特地求我爸了 结果他倒好 这大哥压根就不领情 你笑什么 我是没想到 你会为了大爷去求你爸 那他俩是不是都脸上乐开花了 喂 我跟你说正经事 能不能别扯别的 这 李腾飞跟余鹏月闹成这样 公司闹成这样 我都快急死了 你还有心情在这儿开玩笑 我错了 我错了 那我就是搞不懂你嘛 明明心里放心不下大鱼 确实对人家要不温不火 推三阻四的 明明为他事情啊 操心得不行 嘴上硬是不说 你俩就不能不这么虐心啊 柜宇你就听我一句劝吧 相比我们这些人 老天爷又对你够好了啦 你看你 身材 颜值 事业 才华 你哪样没有啊 佳金又富裕 大鱼型啊 你也跟李腾飞都暗恋你 你说什么 李腾飞暗恋我 我 我说 我说了吧 那我 好好好 反正有一天你都得知道 那我就都跟你说了吧 是 李腾飞他一直都喜欢你 是他亲口跟羊子说的 你羊子那个大嘴巴藏不住事 洗顿饭下去就全交代了 那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李腾飞他不让跟你说 他不让说你就不说 你是不是我闺蜜啊 我 我当然是你的闺蜜了 那你看 那不是 他喜欢你 那是他的自由 他也没做什么伤害你的事 再说了 这 这也不是坏事对吧 还是不对 如果李腾飞他喜欢我 那我不可能一点都没有察觉 是不是羊子跟你开玩笑呢 不是 这事就是真的 你得相信我 那你这事没有察觉 就是人家李腾飞的聪明之处 你看人不说 智刚一辙 智柔无损吗 那万一 你要是跟大鱼真的没成 说不定一直在你身边 默默守护那个他 就是机会最大的那个呢 哎 若鱼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 自己特别幸福啊 幸福 我看是灾难 你去哪儿啊 我去找李腾飞说清楚 说得对了 我忘了 你这场戏演得漂亮 陈老国家 有些细节啊 还是李公子叮嘱完善的 真是虎父无犬子啊 我这个人说话算话 你的那份不会少 谢谢陈老 陈飞啊 陈老 这次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接下来的这曲十面埋伏 还得你来谈 你放心 是小语 好 那我到里面去 就不打扰你们年轻人交代了 小语 你怎么来了 来 进来 来 来 坐 干嘛这么看着我 你不会是也想替余蓬月出头 真诚来骂我一顿吧 怎么 已经有人骂过你了 看来想替余蓬月出头的不止我一个呀 如果骂我可以让你好说一点的话 那你就骂吧 但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是不会改变心意的 你放心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让你改变心意 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了一件事 子珊说你一直都喜欢我 本来想亲口告诉你的 没必要 其实咱们俩从一毕业就已经认识了吧 说实话 你是大多数女生心中理想的班女 你高大 睿智 儒雅 温柔 你有着大多数男人都有的强硬 也有着少数男人才有的细腻 你这样一个完美的人 我却从来都没有对你有超越友谊的想法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知道 是因为余蓬月 是因为你自己 你让我永远都没有办法看透 我看着你就像是 面对深海一样的恐惧 我不知道你高大的外表下 有一颗怎样的心 我也不知道你睿智的脑子里打着什么样的算盘 我不知道你的儒雅和温柔下面 到底还隐藏着什么 但今天我多看清楚了 你高大的外表下有一颗渺小无比的心 你睿智的头脑里面全部都是利益和阴谋 你的温柔和儒雅就像是豪处的刺意啊 顺着你的人可以相安无事 但是腻着你的人 你就要一次一次把他刺得体无完肤 晓月 你相信我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什么 你的兄弟那么地相信你 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你那么多的帮助 可是换来了什么 他们换来了背叛 你背叛了你的兄弟 背叛了你的事业 背叛了所有对你有期待的人 你这种人不配拥有信任 你都不配当兄弟 我今天来 我不是劝你回心转意的 我也不是告诉你我不喜欢你 我是要替我跟于彭月都跟你说一句 从今以后 我们没有你这样的朋友 保重 不愧是法学院的高材生啊 这一番话说的 连老夫都不禁动容 只可惜 女人就是女人 她们永远不懂得 征服 胜利 成功 才是男人心里最渴望的东西 爱情 哪儿比得上称霸世界的 都霸安分离 丹沛 先把二女情长放一放 把全部的精力 放在明天的古董大会上 明天 解药出财报 我们已经被逼上绝路了 明天以后 哥哥让人没钱了 没法请你吃铁板烧 也没钱给你买冰激凌了 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就算你一无所有 我一定会陪着你的 像追随的影子 像追随的影子 在夕阳的迂回 好回答 我这辈子都戒不掉铁板烧 也戒不掉冰激凌 而且我就吃尽你的了 所以明天 你只许赢 不许输 就算我一无所有 我还有你 我还可以从头再来 慈善 我一定会努力赚钱 要你一辈子的 就算彩虹 至今最好的重逢 干遍沧桑眼中 还藏着少年的懵懂 曾一起做的梦 还在我的心中 被嘲笑的天真 有谁还在守候 要相信他 一定会度过这一关的 这来得够早了啊 看来已经接受失败的事实了 好 李总 可以开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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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各位 根据一年前我们签的对赌协议 公司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的财务业绩呢 将作为衡量惩罚的一个标准 这个报表呢 会议事务所那边听说已经出来了 余总 您这边是不是也应该拿到手了 不妨这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嘛 您放心 虽然你们输了 但是这中午饭我们还是能请的 是啊余总 这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啊 这怎么可能啊 不对啊 这第四季度的利润怎么突然增长这么多呢 不是丢了个大客户吗 每年的增长速度是一百万 你们第四季度到底干什么样 余总学 你是不是在这上面做什么手脚了吧 关于报表的真实性 你们尽可以去会计事务所去调查 看看我们是不是在做下 我就想要你说清楚 这些利润是怎么算出来的 第四季度的主营业务 基本上和上一季度的视频 主要收入和利润增长 都集中在几个全新的项目 新项目 什么新项目 创业孵化项目 公司在创立初期 利用了一部分资金 设置了一个北漂创业基金 这个基金存在的目的 是因为那些有创业梦想 又有好产品好技术 甚至有好思路的北漂们实现动作 你是说公司靠着这笔基金 挣钱了 这笔资金第一次使用 就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我们当时投资了一家 北方的科技公司 这家公司主营的产品呢 是一款叫做 贤书的手机MPP 主要从事于一些 旧书闲置数据的网上交易业 目前市场估值已经过云 而咱们公司占该公司百分之二十的互费 可我们当时的投资额度五十万 仅此这一项 咱们的投资资本价值就去翻了几十万 真的假的 你这不会是 自己和自己玩游戏吧 就知道你们不会信 没关系 我已经把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叫来了 进来吧 高总 高赔富 各位 好久不见啊 有没有想我啊 宫阳那是高市集团的高盛预兰日子 不是他 你是 什么时候 你是想到我什么时候 开始做这个生意的事吗 那得从很久之前说起来 吴总 当初你借公司的钱 现在还给你 我没说要离开公司啊 你不会 你不会是担心斗不过陈胡生 你打错当过了吧 还搞得富你也太巧妾了 我只是 想你自己留条后路而已 当初你就是在这儿跌倒的 当来 你也一定要在这儿爬起来 吴宇啊 我听说 最近公司运营不是太好啊 有问题吗 没事 如果我在呢 听说你把车卖了 需要帮帮忙吗 刚好你自己的啊 贤叔这边把你留了百分之二十股份 钱你已经付过了 我这里 永远是你的 当年我爸是做废饼回收齐家的 虽然他人走了 人脉还是给我留他们的事 旧叔呢 也算是废饼一个准备 所以呢 突发奇想 做了这个场子 陈老 高培伏这小子 怎么和余峰月他们搅合在一块 他们拿回死对头 这 这会不会对我们的 这一种气 咱们这是垂死争扎 别忘了咱们还有双保险 光靠一个浪子回头的高配付款什么样 就是他爸爸高胜利来了 这盘局我也不会输 就算是看上去比较成功的一个项目 但是离资本的安全退出 实实在在地得到利益 这可擦脏了 这趴子还没一瓶呢 你别告诉我 你这一百万的利润 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当然不是 就算我们异想天开 会计事务所也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小珍 实不相瞒 我们还看中了一家网上服装店 我们以现金购买和广告置换的方式 持续了对方百分之四十九的股权 与此同时 我们还适时增加了 实体店加盟的模式 说实话 效果非常地不错 所以 第四季度的主要利润 都来自于这家网店的加盟费的分成 这在后续的戏表中都有体现 没看到吗 这加盟费是一锤子买卖 就算这季度的收益和利润上去了 可下个季度呢 下个年度呢 包总 我们第一年度的财务业绩已经达标了 第二年度才刚刚开始 您总不能今天就提出质疑吧 老包呢 也是希望公司有一个稳定的发展 像加盟费啊 品牌使用许可费 这种一次性收入 好虽好 可毕竟不能长久啊 再说了 竞争那么激烈 说不定哪天这个网店 它就开不下去了呢 没错 一个网站总有火爆和冷清的时候 一桩生意 也总有高潮和低谷的时候 可如果我们投资更多这样的项目 帮助更多这样的创业者呢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创业者来说 他们需要的 只是很少一部分的资金 和一个能够充分展现自己的平台 而我们 就有这样的平台 与他们成长 和帮助他们成功的同时 我们同样 能够获得相应的利润 这不是很好吗 其实我举出的这些例子 就是公司 未来的经营方向和盈利模式 不瞒各位 公司后期投入的几个项目 也已经启动了 第三个项目 是一个商务三快送项目 第四个项目 是一个共享乐器项目 像这样的项目 我们还有很多 我完全有理 我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这样的盈利模式 所带来的利润 完全可以满足你们 我相信你的见识和能力 也配合我 在这个时候 你有决定反击的魄力和本领 这一次 你找错对手了 对不起 我决定 从现在起 我把我手头所有的股份 全部转让给李腾飞李总 我也准了 还是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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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在开始 李总将拥有公司百分之五十五的股份 按照公司章程 董事长将由股份占有最多的股东来担任 李总 您已经下台了 从现在开始 公司由李总说了算 你们无赖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小姑娘 这就叫生意 不是你们小孩子或你吧 玩破家家 李总 叶宝 您收了解 既然我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 我们又在开股东会 那么我的第一个决定是 请你们出去 你 你 李总 你说什么 让我们出去 怎么 我没说清楚吗 那我再重复一遍啊 请你们三位 出去 这是我们的地方 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啊 你们三位 你们三位刚才不是已经把股权转让给李总了吗 我们现在在开股东大会 既然你们不是股东 当然以后必要回避一下 不过你们放心 今天的场地费 我们来处 李腾飞 你抽球都搞成吗 陈老在这之前不是这么说的 你别喊 陈老怎么跟你说的 我怎么会知道 再说我也没兴趣知道 再说我也没兴趣知道 这李总飞女同员 好啊 很好 我说我忘了你 你跟我说啊 不是 你们 你们到底要找谁啊 谁是陈老山 你们三位 请吧 警三位放心 转让的钱我会按照协议 及时打到你们的账目 我说什么情况啊 你跟老大他唱的哪出啊 你还会像以前那样 相信我吗 陈乌生 是我的政府 老大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那季后的账怎么打 该怎么打怎么打 那是你爸 但他不配所有的父亲 接下来 你怎么打算 总之我是不会认他的 而且 他对于我们公司 会想办法治愈此地 甚至不惜利用我和他的血情关系 比他的人品和做事风格 他能干出来是不是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 我为什么一直没有认你吗 他想让我给你 介绍客户 给我介绍客户 这位是西河国际的汪总 来 汪总 这边请 你先去看看 在关键时刻 由我配合这个客户临震导哥 给你带来一个附地收心 你怎么说 答应了 不交个同名状的话 怎么可能会套出他的底牌 他还有底牌 他这个人不到最后一刻 是不会轻易亮出自己的底牌的 俗话说 将欲取之 必先欲之 既然他愿意演戏的我 那咱们俩就陪他 也一出苦肉机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 陈国陈的底牌 我已经摸清了 这三十年来 他一直企图摆脱郭美营的控制 这一次 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手段 让包总他们同意 把股份转让给我 下次的股东大会 我会让包总他们进的 把手里的股份全都转给你 这样之下 他们就可以通过我 间接地控制着咱们公司 帮他开辟出一块 在郭美营控制之外的自留地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如果我们还是兄弟的话 那就一起把失去的妒忌夺回来 现在 机会来了 大鱼 大鱼 我们那天 你说大鱼 你说我出什么来的 你跟我说我是虾肉甲 我是不是大鱼甲 你本来就是我 你生气死你了 你生气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我这一万保密的 你听到 吓死我了 大鱼 你慢点 好嘞 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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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来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我还是那个味儿 难得哦 要看到你们几个 能够开开心心地 坐到一起喝酒 我都替你们高兴 是 是 今天干脆那个样子 你们这一桌 我买单 大鱼 谢谢老婆 高兴上 我们也算是 多年的好朋友了嘛 钱没得了 可以赚回来 兄弟几个的钱没得了 那不是这一桌韭菜 能值得回来的 我觉得老师说得特别对啊 钱没了可以再赚 但是兄弟的情意嘛 迪龙 那就不行了 对 来 为了友谊 咱们干一个 来 干 来 来 来 干 我干杯子 对 来来来来 来吧 来来来来 干杯 干杯 马马呼 马马呼 好 先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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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鱼 先喝一点 我没变的 老大 老大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我连知情全都没有 你们俩喝起伙了 一块儿骗我 你们俩就喝一杯就完事了 自罚三杯 老大你等 老大你等 我可以先喝一点 但是我想说 这么大的事要告诉你们 你不得露馅了 绝对不能够 好 在座的各位都知道 我是咱们仓库出了名的 守口路面 我还真不信 说实话 就你这心理素质 肯定是表情夸张 动作浮夸 一眼就让人看不来了 公司这么大的事 真交给你了 还真怕露准点什么马脚 那我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